丫头 我站住 这件事我们村里大喜日子 故事集团 上我们村来考察许事 四季大哥 能不能带我进城 王妈在追我呢 我会给你钱的 我求求你开车好不好 我要把我卖给村里的王皮子 我还在上学呢 我不能嫁人 多谢四季大哥 郭总 你怎么一个人开走了 一事是你自己张了的 你就自己消瘦吧 四季大哥 我没耽误你事吧 不好意思 我怎么睡着了 没给钱呢 这个给你 虽然不多 但这已经是我全部的钱了 还有这个 这个是我们村的土特产 特别好吃 送给你 就当抵押剩余的车费吧 等一下 我得拿回去两块钱 我还得搭公交车 去找我同乡呢 再见 臭小子 你怎么又把奶奶介绍 给你的女孩删掉了 奶奶 我说过几次了 不要再给我介绍相亲对象 我是不会动心的 馨姨 二阳 对了 你不是回村过暑假了吗 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其实我是从家里跑出来的 我上学需要五千块钱 现在不是暑假吗 我想靠自己努力挣钱 你妈不会还在比你家 给村文那个痞子吧 好啦 别担心 姐带你打工 带你赚大钱 这裙子会不会太短了 你这么好的身材 不展示怎么成 前面的包厢你负责 稀里面 走吧 啊 今天来的呀 也都是江城正行有头有脸的名人 顾奶奶说了 他们一个二个都被你拉黑了 今天索性全见了 看上你了 去到我们家 陈飞鹤 孙子 你比我像孙子 说 你是不是又说我奶奶好处了 哎呀顾兄 别那么抗拒了 你们家时代单纯 你顾家的千亿家产总得有个继承人吧 老夫人还着急抱重孙呢 我这一杯 嗯 不用 我过来 喝一个吗 来喝一杯 再来一杯 再来一杯 我来一杯 干杯 干杯 是你想操死 他居然是这种人 大家再喝一个 是操 顾兄 这杯酒你想敬谁 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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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 更加热 也不太 是陪酒的 感谢你 开车带我走 你们认识 别欺负他 顾兄也学会连消西域了 别为他蒙骗了 青驰只是这种女人的伪装色 行行行 放心吧顾兄 难得你东西 我一定帮你搞定 顾兄 你今晚喝醉了 我们去楼上酒店凑合一碗 走走走 走走 你 都是狗男人 你 你放开他 黄老板 我妹妹是先下来的 不懂事 不懂自己玩谁了 有这么接待客人的吗 快点黄老板 那我喝了 你就放过我呢 那你新来的妹妹 我懂的黄总 刚进城 不都得来您这上一刻 那可说好了 下个月的酒水 您可得包了 没问题 新衣 别怪我 出来会没谁容易的 是你 找不到那个女朋友 就你了 给我好好服侍顾总 少不了你的好吃 顾总 难道是 顾氏集团的顾寒松 真的是顾寒松 跳上这样的金龟血 我这辈子都不用承诺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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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他是天助威 你回去吧 不用你了 跟我玩欲擒共揍是吗 快给老子开门 陈大少 怎么是你 陈少爷 那我 你跟我走吧 梁星仪 你换我好事 这笔帐我记下了 我 你 啊 我 我 啊 我说 李欣怡 李欣怡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知道 顾岩松 顾寒松 顾寒松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怎么会在这儿里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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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 你醒了 顾寒松 是你给我下的药 是那杯酒 我 下药 我好歹是个总裁 还没有脏到那种地步 不是你 我怎么会在你的房间 我还想问你 昨天是你自己闯进的 我还想问你呢 昨天是你自己闯进的 昨天晚上 就喝了这两杯酒 不可能是二丫丫 总裁怎么了 总裁就可以到处瞧去豪夺 翻脸不认人 我的琴白都被你毁了 我 到处 你是B 是我自作多情了 显而易见 这就是一种事情 没想到你真是干这行的 说吧 你想要多少钱 什么叫我是干这行的 你说我是为了全污蔑你 一千万 算我识人不情的代价 谁要你的臭钱 你别侮辱人 别再让我看见 我还真以为是什么单纯的女孩 一开始就在故意接近 新姨 你昨天姨也没回 担心死我了 二丫 我昨天晚上喝多之后 发生什么 你被顾总的人带走了 我没拦住 那就没错 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 他有没有给你赔偿 要不要我帮你去要 我不会要这种钱的 八百零八的房客 落了东西 辛苦给他寄回去吧 二丫 那个地方 鱼龙混杂的 我劝你还是换份工作坊 我先回学校 照顾好自己 工作都不干了 直接回学校 果然是拿到了不少钱 还在这里装 我叫顾寒松 几千万 算我诗人不情的代价 别再让我看见 孙姬大哥 能不能带我进城啊 特别好吃 送给你 我的清白都被你毁了 毕心仪 恭喜你怀孕 医生 流产手术需要多少钱 你想好了 你是不医孕体质 如果拿掉这个孩子 可能很难再怀孕了 我说明这些人 还不长 是 他肯定是 我肯定是 我肯定是 这梦 你肯定是 你肯定是 我肯定是 我肯定是 你肯定是 我看是垃圾总裁吧 你们有钱人就可以这样欺负人吗 仙仪总裁 天天泡酒吧 看上谁就给谁下落 是龌龊 龌龊总裁 下苗 给我调查清楚 一个月前黎欣益在夜岁KTV到底发生了 一生 刚那女孩得什么病 病 陈总 她没病啊 只是怀孕了 真怀孕了 怀孕了 李欣益 你抢走了本该属于我的遗弃 喂 三婶 我刚刚看到欣益 顾兄 顾兄 一个月前跟你共度良宵那个女孩 怀孕了 能不能不开这种玩笑 我奶奶还生着病呢 你看这个 我看 我看看 太好了 看看 像这种女孩啊 就算是怀孕了 也不一定是我的孩子 是不是都要给我查得清楚 我们顾家的子嗣 绝不能流落在外面 她现在人在哪儿 我呀 现在就要立刻去找她 奶奶 你去找 你去给我找 赶快把我孙女媳妇给我找回来 快去 上次KTV之后 你怎么也不肯再提那个女孩 你们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没有误会 就是我看错了人 陈总 我们拿到监控了 一个月前 是姓黄的那家伙 给李星仪下了药 之后 李星仪才物弹物状 进了故宗房间 所以 她没有票 她真的被下药 李星仪 你到底在哪儿 你想好了 你是不医孕体质 如果拿掉这个孩子 可能 很难再怀孕了 医生 刚刚那李星仪现在在哪里 开了单据 现在在做流产手术 流产 十八号李星仪 请进入手术室 李星仪呢 你是李星仪的丈夫 对吧 怎么能让女生 一个人来做流产呢 她人呢 我也在找她 刚让她去缴费 就再没人影了 李星仪 顾乡 那女孩 不愧是又没钱 跑路了吧 穷救了你孩子一命啊 怎么会没钱 我在酒店的时候 刚给了她一张 一千万的卡 她又在玩什么把戏 酒店 卡 你帮我看一下 抽屉上是不是有一个 星际酒店的信封 打开看 里面是不是有一张银行卡 搞什么 那天是我的信息开的吧 第二天星际酒店 给我寄来一个快递 我以为是账单 就没在意 陈飞鹤 卡号是 266 8808的房客 拿了东西 辛苦给他寄过去 好的 8808 陈飞鹤 他把卡 紧回来了 陈飞鹤 公主 我错了 是我造成了你们之间的误会 一千万 算我识人不清的代价 我不要你的臭天 你不要侮辱人 对不起 对不起 宝宝 妈妈决定了 就算你的爸爸是个渣男 我也不能拒绝你来到这个世界 这是我唯一一次做妈妈的机会 妈妈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死丫头 老娘给你安排的男人理量 你却喜欢在外面勾引野男人 家宝 把他给我撞回你 打扰一下 请问有没有看到一个20岁时候的姑娘 高妈 灰蹄血山 黑黄眼镜 没有今天 没有啊 没有吗 没有啊 我把50万都给你们压了 你们什么意思 耍我是吧 我怀孕了 我看你们怎么卖我 你 你还真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情 你们都不问问我在外面经历了什么 你到底是不是我惊吗 以前是我哄着你惯着 你现在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情 你还要我怎么对你啊 李心仪啊 就你也配是妈的孩子 你是妈为了我而生的 你要是不嫁给王哥 我哪来的钱去讨老婆呀 要不然 就叫你那个野男人出来赔钱 只要欣仪 愿意把孩子打掉 我就娶她 高兴 我不去 我不去 放开 顾寒松 我不能交给我婢子 可不能没有孩子 只能借你的名号遗用 我的孩子不能被打掉 孩子的父亲 是顾氏集团 顾寒松 顾总 监控找到了 就是那辆车 被带回逃云村了 他们要打掉孩子 走 他说他的野男人是顾寒松 李心仪啊 你还真是吃牛不花钱啊 别废话 给我走 妈妈妈妈妈 不用去医院浪费钱了 交给我吧 保准 又快又省钱 你脸了 赶上我 竟然赶上你喝 金钱 让我把你肚子在那野生打掉 我就不像你 那个钱 不要了 王个大怒啊 洞房 走走走走走 飞快点 赶上多久能到 顾总 马上到 但只能在村口见我 对不起 对不起 是你给我下的呀 对不起 鸡尾 五十万到手了 你们不要滚 回来我就跳个字给你们看 我情的家人 插头顶的男人 李心仪 这辈子就知道 宝宝 哄得天堂紧 李心仪 李心仪 你也是来看我笑我的吗 李心仪 对不起 是我不好 是我误会你了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事情的真相 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快拉住他 他是故事集团的 祖宅夫人 还有三长两短 你们都得埋葬 把手给我 顾安松 我可以相信你吗 是 黎心仪 这一时我不会再放手了 我 发心 妈 这真是芊怡总在顾寒松 完了 我们这样死定了 妈 都是你们干的 妹方 这都是误会 误会 我们要知道 他怀了你的孩子 你就不会 这跟怀没怀孩子有关系吗 假的 你们根本就不配做他的家人 这 他 是他 是他要强势我妹妹 也是他要强势我妹 李斌 他下去 给我废了他 他都他们家人黑心 不关我事啊 闭车 去医院 郭总 他俩怎么办 你自己看着办 竟敢这样对待 总裁夫人 给我打 这是一百万亿药费 以后 以后要是再躲 靠近警察夫人 就不是断图 那么简单了 啊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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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对不起你 孩子 对不起 还是要是为了孩子 还是为了我 你在这儿耍了一宿啊 没有 我也是刚刚才到 我看到你还没睡醒 所以就 哦 对了 孩子没事 你流血 是因为腿受伤了 啊 所以 你是为了孩子救的我 当然不是 顾兄 刚做亲子见令 他怀的 确实是你的孩子 你怀疑 这不是你的孩子 哦 是我身子做的 我也是为了你好 那万一不是 你当我是什么人啊 所以 如果没有孩子 我是不是就死在家里了 不 欣怡 欣怡 我是宗儿的奶奶 你现在怀有身孕 可不能生气啊 不管你有没有怀孕 我都会让你嫁入顾家的 饿了吧 哦 欣怡 从今往后 我不会让任何人来伤害我们的孩子 更不会让任何人来伤害你 先给我下药 然后再关心我 我不需要你这么虚伪的爱 都是误会 你看 你 赶紧给我怎么闹去 对不起 对不起 小姐那样吃我胖的 我不只是给一个人发过药 还给很多女孩子都发过药 你发过我吗 发过我 不要 那天是姓黄的给你下的药 他在带你开房的途中 你自救跑进了顾兄的房间 好了好了 不好的事情 就不要想了 看来 看来 我也误会顾寒松了 那儿呀 还要为什么骗我 对不起 是我 如果 我也误会了你 那就算我们两清了 顾奶奶 谢谢你们救了我 但是 我不会因为孩子嫁入顾家的 你们不用觉得亏欠我 医生说 我是不义孕体质 生下孩子是我的选择 我会保护好他们的 欣宜 你还愣着干什么 快去把他给我追回来 欣宜 这次我不会让你离开我了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我报警了 放开我 你们是我妈怕来的 我报警了 别害怕 我也是担心你的安全 会不得已这样做 开车 我警告你们 你们这是非法追尽 你们怎么回事 怎么能把人强行带回来呢 来 顾总 这不是你 你别演了 要不是有你的命令 他们哪敢抓我 还不快给少夫人道歉 少夫人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什么时候说 我是少夫人 别乱说 欣宜啊 韩松啊 她请你回来 是想跟你说一件事 其实 我 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 其实 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 其实 我 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 其实 我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 忠意你了 这个 这个给你 忠意你了 啥 我就忠意你 她忠意你 不管你有没有怀孕 我都愿意守护你 欣宜 我们家 韩松啊 不是什么花花公子 除了你啊 这么多年了 她对任何女人 都没有心思 奶奶我呀 还怀疑她和陈飞鹤 是不是 奶奶 这话可不行说的呀 你一个千亿总裁 在商界翻云覆雨的 这一个女孩子 怎么这么笨拙 你呀 就安心在顾家养胎 等你好了一些呢 你和松儿的婚礼呀 我会亲自操办 奶奶 我知道你对我好 但是我不说了吗 我不会嫁入顾家的 啊 那 你不喜欢松儿啊 奶奶 我还在上学呢 我有我的人生规划 结婚 不在其中 好 那我等你 哎呦 行行行 那我们先不谈论婚嫁 奶奶我呀 一直想要一个孙女 现在 我就任你当我的干孙女 嗯 一直留在顾家 怎么样 奶奶 你这是 奶奶 你这是 怎么样 心仪 你能帮奶奶 实现这个心愿吗 奶奶 你不帮我就算了 还任她做干孙女 她不成我妹了吗 哎呀 你这个鱼木脑袋呀 我这是帮你 把她留下来 那个奶奶 我好像有点 口渴了 还不赶紧 给你妹 倒杯水去 妹妹 我这个做哥哥的 表现得 还好吧 孩子 也许你的爸爸 是个不错的人 心仪 快尝尝 我给你做的营养粥 嗯 嗯 嵩儿 你欺负我孙女了 嗯 嵩儿 你欺负我孙女了 嗯 奶奶 如果 你是我的家人 她多好 哎呦 我们都是你的家人 心仪 以后顾家 就是你的家 我真的是你亲生的吗 外人都对我那么好 你就那样对我 我要去学校上课 哎 以后 你不用去学校了 嗯 少夫人 这些是顾总为您找的 全国最顶级的各科教授 今后 您就在家里 安心上课吧 不用了 不用了 我就是个普通女孩 这种待遇 我受不起 你完全受得起 但如果你习惯 在学校里和同学 一起学的话 我也不强迫你改变 只是你现在的身体 需要休息 等恢复好了以后 再去学校 好吗 李斌 去学校 给她请几天假 是的 欣怡 你知道 奶奶不开心的时候 会做什么呀 嗯 把最好的都给我拿出来 欣怡 你看上哪款了 两千万 太贵了 奶奶 我不要 我不要 你们到底买不买呀 不买就别带了 弄坏了 你们可赔不起 整个商场都是布什集团的 你竟敢对顾总和夫人不敬 顾总 老夫人 少夫人 对不起对不起 我错了 欣怡 是不是不知道选哪款呀 不选了 全给我打包 带回去 好的老夫人 业绩 送给她 前两天呀 我还看了挺好的衣服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 嗯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 喜欢哪颗 嗯 哎呦 我那几千万的东西都不如你一颗巧克力哟 孙儿 你终于开窍了 啊 好吃 哎呦 看我这老糊涂 把最重要的事忘了 走 我 你好 总共消费七百八十万 这么贵 你好 总共消费七百八十万 这么贵 奶奶算了吧 我换回来了 全都要 刷卡 顾总 受累帮个忙呗 我来拿吧 这女孩子逛街 哪有自己拎东西的 没事 没多少钱 奶奶 今天先到这儿吧 我实在做不动了 年轻人你还累了 奶奶我呀还没尽兴呢 诶 宋儿 你背着心仪 背着她 奶奶 我一千亿总才 自己的媳妇背着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奶奶是给你创造机会 奶奶 我什么时候又变成媳妇 我 上了 奶奶 你 你 你怎么来了 我们不能睡觉 莲姨 去给少夫人抛个脚 你的媳妇 你自己去 阿莲 来 给我揉揉剑 妹妹 洗脚 千亿总裁 千亿总裁 要给我洗脚 脚还酸吗 好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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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你们城里人也用艾草泡脚啊 我还以为只有桃园村呢 艾草是我让李冰从桃园村那边收过来的 你还有什么想要的 要和我说 嗯 没有 没有 没想到 他还挺温柔的 洗完了 躺下 啊 轻点 轻点 顾寒松 谢谢你救了我 还让我在顾家养胎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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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今天先到这儿吧 谢谢你 嗯 睡觉 二一 哎 欣宜 你怎么在这儿 你跟他们是 当然是少夫人 欣宜啊 你在家养胎寂寞 我就想 找一个和你年纪相仿的人做保姆 这两天啊 我面试了好几个 这二鸭呢 人机灵 还是你的同乡 我就把他带回来了 没想到啊 你们两个还认识 那就让他留下来陪你 谢谢老夫人 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一个月前消耀的事情 我还没来得及找你算账 自己上门来 等等 等等 给心仪找保姆 那也得是一个文凭 水平和人凭都差不多的 不要谁啊 抽往家里 啊 我 大哥 既然是给我找保姆 那 我来决定好不好 我和二鸭挺熟的 要都是同行 就让他留下来吧 好好好 就听你的 谢谢老夫人 谢谢心仪 少夫人 我不是少夫人 我倒要看看 你鼓掠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二鸭 你怎么不在KTV工作了 那天你被顾总带走后 黄老板就对我那个了 我没脸在那干了 害人终害己 那你还好吧 看看黎欣怡还不知道我对她做的事 没事 我现在在顾家当保姆也挺好的 你命真好 没想到你真的和顾总走到了一起 黎欣怡 你不过是怀了顾家的孩子才有了这一切 既然你不想当少夫人 那就让给我吧 顾总回来了 我扶您进去 欣怡 我在 我是欣怡 别离开我 我不会离开你的 只要我也怀了顾寒松的孩子 我就有机会当顾家少夫人 你不是黎欣怡 你不是黎欣怡 二爷 欣怡 你别误会 是顾总她喝醉了 出去收拾下厨房吧 嗯 嗯 喝水 嗯 嗯 嗯 新衣 别离开我 我不要妹妹 要新衣 不是因为你坏了孩子才喜欢你 别离开我 那个新来的老乡 你离她远一点 我对她不放心 李欣怡 你现在拥有的一切本该是我的 李欣怡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喂 三婶 你要弄到了吗 我让家宝明天给你送过去 这个小贱人 家宝因为她舍了一条腿 她还想抹平底贵 抛开这个家进入豪门 哼 没那么什么 是啊 豪门哪有那么好攀附的 新衣单纯 哪能逗逗个他们呀 我也实在是担心 新衣误入歧途 你可千万不要把我给卖了 别给老娘装了 你收了我的钱 好好办事 替家宝报仇 别说些没用子 我弄掉她肚子里的孩子 老娘可咽不下这口气 二娘 这么晚给谁打电话 新衣 你什么时候来的 怎么这么晚还在打电话呀 我是给一个中医朋友 给你买些安神养开的药 是吗 谢谢你 嗯 这堕胎药 神仙来了都查不出 李新衣 只要你没了孩子 顾家一定不会留你 新衣啊 这是我给你做的安神保胎的粥 快尝尝 你这么年轻 又是第一次怀孕 医生说了 该好好补一补 快尝尝 很香 好香 雷新衣 这次你死定的 好香 雷新衣 这次你死定的 新衣 吃这个 用你老家的咸鱼煮的 我之前给你的土特产 你还留着呢 嗯 哦 哎呀 我还是喜欢我们村土特产的味道 你要尝尝 不用不用不用 顾总 这是您要的桃园村特产鲜鱼 我给你买回来了 哦 让厨房做成粥 好 送给夫人 等等 上 五星级煮出来 OK 嗯 好吃 黎新衣 你给我等着 二丫 家宝可是联系我了 之前顾家给一百万医药费啊 还是太少了 趁顾家还看重他 我得先额上一笔 再让他流产 让顾家彻底的厌恶他 乖乖回来 你这样 黎新衣 你 你妈才是真的很 好的 三婶 我一定会让黎新衣乖乖去见你 好 新衣 三婶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 不是我说的 她知道我在这儿工作 哎呀 母女哪有隔夜仇啊 说开了还是一家人 要是你有这样子的妈呢 把你往火坑里推 逼你自杀的妈 新衣 你别急啊 你要不先听听三婶怎么说 新衣啊 妈知道你已经住进顾家了 妈想通了 这是你的好归宿 妈不会干涉你 说重点 你想干嘛 新衣啊 你哥他最近在看房子 你能不能给添点钱 我就知道 我就不该对你抱有幻想 你还是我亲妈妈 李新衣 你要是想嫁入顾家 就得过我这一关 别以为我拿捏不了你 三百万 我把户口本给你 从此你的事情我不再过问 我告诉你 上次顾寒松的手下打伤你哥 一百万医药费根本就不够 再给三百万 要不然 我把你出去卖的事情说出去 我看顾寒松还要不要 妈 你怎么不多要点 要多了 顾家不肯干怎么办 我要的 可不止是钱 懂了 这次 就让李新衣 有来无回 出去卖 不是我说的 三婶造谣的 新衣你别急 三婶虽然说话过分了一点 但她说的确实有道理啊 你看 你结婚需要户口本 而且花一笔钱 就能断绝这种不好的衍生家庭 你也不吃亏啊 更何况顾家这么有钱 哎呀 新衣你别怕 我陪你一块儿去 保证三婶不敢欺负你 嗯 喂 韩松 我想给你借点钱 你要借多少 我想 三百万 你要钱做什么 俗身 和那个家 彻底告别 我陪你去 不用了 只是跟我过去二十年做个告别 我自己去 终于上到 这里是三百万 一分不少 户口本呢 哎 妈 我们还是先看看钱吧 还挺聪明 还知道先看钱了 但是 你要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哼 我不是你轻生女儿 对不对 新衣你在说什么 三婶怎么可能不是你亲妈呢 新衣你说什么呢 三婶怎么可能不是你亲妈呢 新衣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我是你哥 他是你妈 我俩想对你怎样就怎样 能找你在这儿胡说八道吗 啊 这个世界上 怎么可能有这种母亲 他就不配为人 别人家的女儿 都是手中宝 你和他 只会把我当成赚钱工具 没错 我不是你亲妈 你是被我罢了 你这种赔钱货 没有资格当我的女儿 这么多年吃我的喝我的 难道就不用还吗 果然 你们从小一个鼻孔出气 专带着我亲不是吧 李欣怡 我养你这么大 你现在翅膀硬了 想脱离我的控制了 做梦 还想飞上枝头当凤华 李欣怡 你别想的太美了 老娘我才不在乎什么豪门女婿呢 我要的 是你在我手心里打滚 永远都逃不出去 我儿子的腿因为你折了 我要你在家一辈子都照顾他 三神你想干什么 李欣怡你别害怕 别装了 我知道你们是一伙的 你们不是想要钱吗 自己打开看吧 都是明币啊 什么 像你这么蠢 把坏字都写在脸上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喂 三神 你要弄到了吗 好的 三神 我一定会让人心里乖乖去接 想起休息 正好将他们一网打击 我们这样 所以当时在周里下药你们都知道了 顾寒松是故意进来看我笑话的 你说呢 当初在KTV被黄老板欺负 我救你 你还出卖我 我怀孕了 你想着法子的害我 女王呀 我李欣怡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 其实你都知道了 为何还跟我来这里 不跟你来这里 如何 将他们一网打尽 哈哈哈哈 就凭你一个人还想一网打尽 你钱没带来我不所谓 我骗你来 就是想亲手打掉你这人 刚好 这些名利啊 可以给他做陪葬 你们不要命了 你们不要命了 我今天来 就不是为了什么护口奔 我就想问问你 我的亲生父母 他们是谁 他们在哪儿 说实话 当我看到报告的时候 我倒是松了口气 还好 还好我的身上没有留你这种人渣的心 不然 我都不知道怎么还给你 没错 你不是我亲生的 你们现在必须给我们一笔钱 父子 别想知道你亲生父母是谁 你们现在必须给我们一笔钱 父子 别想知道你亲生父母是谁 不安松 你是亲衣总裁 拿个基本案来说 还是轻轻松松的吧 我告诉你 你今天要是不派人把钱给我送过来的话 我就白刀的进去 轰刀的出来 三神 星衣就想知道她的亲生父母 这是我们的保密信息 他们不给钱 不让我们离开 一定不能告诉他们 你倒是挺聪明 那你觉得 这个消息要值多少钱 五百万 不 一千万 要是不给一千万 打死我也不说 你们选了这个地方 还蛮好的吧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你没听见吗 你妈想死 我成全她 星衣 我错了 是我一时糊涂 我不该和你妈 我不该和他们来害你 我们是好姐妹啊 你放过我好不好 好姐妹 好姐妹就给我留这些好东西 我都没舍得吃 我都给你留着 星衣 你放开我 星衣 听说你想卖少夫人赚彩礼钱 这么喜欢钱是吧 那就 全吞下去 接下来到你 我说我说 星衣 其实我也不知道你母亲是谁 当年我在路上偶遇 她抱着刚刚出生的你 那时候你妈都已经快病死了 是她求我抱着你走的 我也告诉她我讨厌村的地址了 可是她到现在从来没有找过你 我估计她都已经死了吧 死了 不 你在说谎 像你这种人渣 怎么可能好心抱养一个陌生人的孩子 那 是你杀了少夫人的亲妈 少夫人 是你抢走的 我知道 因为你是人分子 你怕吃老饭所以不敢说出真相是不是 是 最后一次机会 说 还是不说 没关系 她不想说就不用强迫她 想必她的儿子 应该知道些什么 顾总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妈什么也没跟我说 顾总 你是个老不死的 对什么这么硬啊 我离心的事告诉他们 快说啊 我说我说 二十二年前 驾暴两岁 那天她突然发高烧 找人算了一下 需要找个妹妹打伤 可是我的身体已经伤了 不能再生了 所以 那天 我刚好听到你在医院哭 那天婴儿房 就只有你一个婴儿 所以我就把你给抱走了 都怪我糊涂 可我真的不知道你父母是谁 馨姨 馨姨 就算我求求你了 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你放过我吧 你还好意思说你有苦劳 从小到的 对我是非打极吗 叔 你到底是在哪家医院抱走我的 少夫人 根据李家人突出来的线索 我们查找到了你的亲生母亲 我妈现在在哪儿 她还好吗 带我们去见她 现在见不了 其实 不是我找到了她 是我放出消息后 她派人找到了我 啊 这秦家母 还不想见她闺女啊 少夫人 您别难过 她们要先拿你的头发 去做亲子鉴定 她们说 明天在这里见面 她会不会不来了 会不会不是她呢 馨姨 别急啊 我们再耐心等等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她也不找我 她是不是不在乎我了 馨姨 你别这么想 也许你的妈妈她住在乡下 她没有办法 也没有能力去找你 一会儿我们见到她 我打算把她接到顾家来 和你一起住 接下来的日子 我们一定好好保护她 这不是江城第一采伐许锦鱼吗 她怎么在这儿 请问 您 二十年了 燕然 妈终于找到你了 这些年 委屈我的宝贝女儿了 听说我女儿因为你顾寒松吃了不少苦啊 从今天开始 你们任何人都不许靠近我女儿 妈 不是 其实她们对我挺好的 对呀 亲家母 我们顾家 一直把心仪当作心肝宝贝来疼爱 听 首先 你现在不要叫我亲家母 其次 我的女儿 她叫许燕然 燕然 这个名字 是在你出生的时候妈就给你娶好的 顾寒松 我知道你很厉害 你是江城最优秀的企业家 我不想让你们靠近我的女儿 并不是我看不起你 也不是真的 既然如此 那让燕然加入顾家有何不可 顾家是很好 但是我的女儿值得更好的 从前是她没得选择 现在有我在 我会给她介绍更多的豪门公子 徐总 我们去外面说一下吧 我以为 顾家已经够有钱了 那我妈比顾寒松还有钱啊 我以为顾家已经够有钱了 那我妈比顾寒松还有钱啊 我的顾奶奶 这可不是钱来衡量的 你青蛙可是江城第一财阀 是李通吃 虽然顾氏是江城第一集团 资产不迁移 但这都不能和根基深厚 市李通天的财阀许家比 没有什么不能当着孩子们的灭说 我是说呀 她已经怀了韩松的孩子 你不让她跟韩松结婚 什么顾韩松 孩子都有了 你怎么敢呢 没名没分的欺负我们家燕然 妈 其实是顾总为了救我 我告诉你 不要想要孩子绑架我的燕然 我的女儿只能因为爱而选择一个男人 燕然 你跟着你的心说 你喜欢顾韩松吗 不行 好了不用说了 我懂了 徐总 你总该让燕然把话说完吧 我看她的意思啊 还是喜欢我们松儿的 等她哪天 喜欢二字能够脱口而出的时候 我绝对不会阻止她嫁给顾韩松 但现在她都没有百分之百确定 是不是喜欢你 我会给她介绍更多的好门公子 燕然 我不会害你呢 多看看外面的世界 有选择 才会更好确定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人 顾韩松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们家燕然 那你一定不会输给其他人 那是自然啊 倦母 对了 妈 嗯 我爸呢 当年你被拐走后 你爸爸非常难过 每天都郁郁寡欢 没过多久 便走了 爸爸 我之前没能静笑 今后 我一定会好好孝顺妈妈 嗯 震东 燕然回来了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倾尽全力的去补偿她 给她找一个全世界最好的男人 哪里冒出来的业丫头 休想强责我妈和顾韩松 妈 妈 韩松哥哥 你也在啊 我妈给我举办的成年礼宴会上 我们一起喝过酒呀 韩松哥哥 当时对我都有照顾 还没谢谢你呢 我当时向你敬酒 是因为出于尊敬 别无他意 许小姐不必如此客气 妈 这就是我姐姐吧 哦对 这是你姐姐 燕然 燕然 这是你妹妹燕红 当年你走丢后 我就领养了她 哎 姐姐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谢谢你 这些年一直照顾妈妈 对了 我在江大念大二 服装设计专业 你在哪个大学啊 以后我找你玩 燕红也在江大 太好了 我刚才在想的 怎么样让你们两姐妹 读同一所大学 燕红 你姐现在怀孕了 以后你要多照顾她 怀孕 谁的孩子呀 我 书家 居然 居然怀了顾寒松的孩子 恭喜姐姐 好了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回家吧 家里都给你准备好了 啊 徐总 少夫人她 那 那 许小姐 在顾家住的挺好的 就不用麻烦搬来搬去吧 是啊 她是我许家人 自然要住在我许家 住哪儿 应该让她自己决定吧 陆寒松 是我的救命安人 如果不住在顾家 对不住他们对我的好 妈妈才刚找到我 如果我拒绝她 她肯定很伤心吧 我住学校 江大四年一届的服装设计大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之前就已经报名参赛了 拿下大奖 是我一直的梦想 我不想错过这次机会 那也不能住学校啊 你现在怀孕了 有很多事情不方便 嗯 没事的 这不是还不明显吗 别人不会看出来 我还可以在学校请调老师 查查资料 燕燃 你就跟妈回家住吧 妈给你配备专车四季 住顾家 我亲自给你当四季 而且顾家 离江大更近 哎呀你们就别争了 我觉得住学校挺好的呀 妈 明天我也到学校去住 有我看着姐姐 你们总放心了吧 妈 韩松 这下你们放心了吧 行 听你的 那你总得回家看一下吧 嗯 我也想回家看看 走 到了学校 看我不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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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会瘦 嗯 哈哈哈 嗯 住手 这个 Era 挺好的 诺 是 你 是 对 小姐 这就是你的房间 自你出生后 许总就预设给你保留这个房间 许总只有你的婴儿照 他每次回家后 就来这里看看你的照片 想念你 来 雁然 每年生日 妈都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妈一直都盼着 你回来之后 一定会收下这些礼物的 看看 妈给你准备的礼物喜欢吗 小姐 这些礼物都是许总 精心给你挑选的 价值上千万 礼物不止这些 你爸临走前 我答应过他 只要找到了你 就把许家的一半股份给你 又想跟我请家产 妈不行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你是我的女儿 许家唯一的继承人 再贵重的礼物啊 都配得上你 妈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我只是个普通的女孩 还配不上千亿采发的身份 我想通过自己努力 得到大家认可后 我再收下这些 可以吗 妈 我喜欢这个 我先收下这个可以吗 这个应该不会吧 平安锁也很有意义 还是我一岁的礼物 行 我知道我女儿是最棒的 来 你跟我来 这些都是好能功 看上了哪个随便条 不是吧 离心仪是江城第一财阀掌权人 许锦鱼的女儿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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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底完了 许锦鱼要是收拾我们 你顾江和我成家彻底完了 我让你来 是让你来给我出主意 怎么追心仪的 不是让你 对她好 使劲对她好 不行 你现在再怎么对她好 也不如人家亲妈了呀 妈 这些就不用了吧 我现在要以学业为重 我要专心准备设计大赛的 行 依你 这些是设计专用的纸和笔 妈就在家里 等着你拿大奖的好消息 到时候我会正式宣布你的身份 妈 你怎么知道我正确的就是这个 其实我坐妹妹车过来就可以了 不用送我 我就是想送你 你工作那么忙 赶紧回去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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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宜 依鸿学长 恭喜你啊 你是不是最近参加比赛了 请别走 恭喜恭喜 谢谢谢谢 你这还要参加比赛啊 你怎么回来了 嗓子不舒服啊 这位呢 是我们学校的大才子 代理依侯 你好 请问你是 他是我哥 你哥 那个 我不想让他们知道你身份 我在学校 我想被人交点关注 嗯 那在学校里 你管我叫哥哥 在外面叫什么 什么 我说清楚 不让你走 老 附近 欣宜 听说你要参加 江大的服装设计比赛 你有什么不懂的问题 我可以教你 我可以教你 那太好了 我真的有问题 要请教你 可以啊 那个 要不 你先回去工作吧 嗯 那我 你哥哥 也是第一次来学校参观 我随便看看 封你再走 那个 要不下次吧 我好好带你逛校园 没事 我随便看看就行 顾总 还有十分钟就要开会了 去收获衣 设计得不错 嗯 你看 对 确实 还有你看这种风格 跟这种风格 这个 对的 要窄一些 是这么个意思 你看这些半径啊 先行对齐这些东西 确实是好东西 那我的那个裙摆 是不是应该这样 对啊 这个其实设计的 还是不错的 哦 对对对 对吧 这个设计确实不错 现在是一宽一长 对不对 哦 那个性 哥 我们两个在学习 我需要安静一点 要不咱们先出去吧 来吧 哎 来来 过来过来 我 顾总 我又不是黑社会 哦 哦 对啊 确实是这样啊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那你要这比 那肯定不行啊 那确实 学习久了 就该休息一下 不然对眼性不好 干嘛呀 我就是学习请教而已 你吃醋了 你想要学习 我可以请全国最好的教授 过来教你 一红学长 对这个大赛 很有研究的 那教授也不一定 比他有经验的 人家愿意教我 已经挺不错的了 他当然愿意教你 你不知道 仙姨 这本顶级思维设计 送给你 柳思青老师的书 你怎么会有啊 很难买到的 其实 我刚好认识 出版社的老板 但是 刘老师的那个签名 我并没有拿到 我就自己签了名了 然后这个送给你 谢谢 书不错 那我先走了 你们聊 谢谢学长 三十分钟内 给我把柳思青请过来 你认识柳思青 你可以把他请过来 我不仅能把他请过来 我还能让他当着你的面 来跟你签名 这本书 归我吧 好吧 整条 这边请 我不信你 你爱信不信 柳思青老师 我是你粉丝 顾总好 谢谢你的喜欢 这是我自己签的书 送给你 谢谢老师 那个 我能跟你合个照吗 当然可以 靠近 你加个思青老师的微信吗 以后有什么问题 就可以直接问他 不需要再去 问你那个什么学长了 早说你认识柳老师嘛 那人家才不会麻烦学长呢 谢谢老师 顾总 放心吧 邵夫人这几天 都是自己学习做设计 不再去找那个小子了 哎 哥 真的是你啊 我想问一下 你妹妹喜欢吃什么呀 她喜欢吃什么 都有我照顾 不劳你费心 哎 过来 其实吧 我家小姐呀 喜欢女孩子 别费心了 啊 第一次觉得你这么聪明啊 谢谢顾总夸奖 嘿嘿 哟 黎心仪 穿成这样 是打算去勾引谁啊 黎心仪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用这么好的笔啊 肯定是被哪个老男人包养的 不然就她那样的家庭 怎么可能穿得起 这么好的衣服了 还用这么好的纸笔啊 我劝你们不要任务 我穿什么衣服 是我的自由 我用什么样的笔 跟你们没法 急了 你们看啊 她被说中了 这就急了 我告诉你 那是我妈妈送我的 我劝你不要乱动 你妈 就农村那个小娘们 她能买得起这些 就算她买得起 估计啊 也是用出去卖的钱赚来给她买的 我妈 我妈是徐锦鱼 你妈徐锦鱼 徐锦鱼可是执掌江城 才罚唯一的掌权人 她只有一个千金大小姐 叫许颜红 就凭你 还敢在这冒充千金大小姐呢 就是 你有病吗你 你敢打我 上 我 得死了 谁敢有气 放手 你 别敢还手你 别敢还手 真怀孕了呀 还说不是被老男人包养 都被人玩得怀孕了 走 告诉老师去 走 告诉老师去 不准去 你给我滚开 我今天偏要告诉老师 我看看老师知道你要是怀孕了 会不会把你给开除了 走啊 我没有 我警告你们 不准胡说八道 你住手 徐小姐 你们三个在干什么 徐小姐 你怎么来了 你没事吧 别怕 她怀孕的事 不准告诉老师 否则 叫你们好看 走 算你今天走运 我就是要让全校都知道你怀孕 直接被退散 都坏了 丢了吧 我再给你买一套 这是妈妈送给我的 不能丢 有个人 有个事 我其实不该多嘴 你就没想过 妈妈为什么 那么久才找到你吗 有个事 其实其实我不该多嘴 其实我不该多嘴 你就没想过 妈为什么那么久才找到你妈 你个人犯 看我亲近全家之力都找不到 你根本就不想找离心 你也根本不爱 像你这种有头有脸的 要找我们这样的小人物 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 月 月 你别听她乱讲 妈真的有意志在找你 妈 我相信你 其实 我从小被妈妈收养 但 她心里只有工作 这么多年 我从来都没有听她跟别人聊起过 也没见她一直找过你 她都给我买了那么多的礼物 如果不是你回来的话 我根本不知道那些礼物是给你买的 妈妈虽然收养了我 但 我从来都没有感受到过母爱 妈妈心里只有工作 她 是一个非常注重形象的人 也许 妈妈收养我 只是为了树立一个好妈妈的形象呢 也许 妈妈 妈妈只是愧疚弄丢了我 她并不爱我 姐姐 你别难过 妈妈肯定是爱你的 你毕竟是亲生女儿 她只是工作太忙了 妈妈 我无意中看到的 姐姐她 把你送的东西 给丢了 陈东 李心仪 李心仪 你就准备着 滚回你的农村去吧 李心仪 我爱你 英雄学长 你这是干嘛呀 信仪 其实 从你入学的时候 我就已经喜欢你了 我 你马爱嫂子 这 我暗恋了你整整两年了 一直没有向你表白 这次我一定要告诉你 我爱你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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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学长 竟然喜欢你 他可是咱们学校的校草啊 你快答应他吧 你谁呀 信仪 其实 我听说 你也是喜欢我的 我才有勇气 向你表白 今天 你 能不能 跟我在一起 英雄学长 你特别帅 我非常崇拜你的能力 但是 这不是喜欢 我不需要你给我发好人牌 我只需要一个理由 你为什么不需要我 我 因为他是我的 你不是他哥哥 多谢你来纠偿 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 不喜欢 就理直气壮拒绝 这不是很简单吗 别看了 都算了 徐小姐 一红学长 我已经尽力帮你了 但黎心仪 她不仅不珍惜你 还戏弄你 戏弄 他们两个 其实是一对 但却装作兄妹 骗你 玩弄你 还把你精心挑选的礼物 扔进垃圾桶里啊 李仙姨 枉我那么喜欢你 我们 合作一把 合作 我为什么要和你合作 我一个人 照样可以把他抢回来 就凭你啊 刚才那个 可是千亿总裁 顾韩松 放心 他是千亿总裁 我妈 还是江城财法的 你帮我拆散他们俩 离心仪归女 韩松哥哥 归我 嗯 你 吃醋了 没有 顾总 横幅我已经烧掉了 您之前要的 零基础设计教材 我也给您要到了 零基础设计 你要学设计啊 谁要学 我是买来送给你的 起初很重要 顾总 我立刻下试 顾总 我立刻下试 哦 你确实是吃醋了呀 想学设计 求求我 我可以教你 谁说我要学的 我是买给你的 起初很重要 好好巩固一下 接下来的设计大赛 别输了 既然你不喜欢他 为什么不果断拒绝 我 我说他帅 说他有能力 那都是说给你听的 我知道你在旁边偷看 我就是想看看你什么反应 什么 林兴仪怀孕了 怎么 你介意 放心 我会弄掉他的孩子 没事 我就是喜欢有孩子 我得不到他 别人也休想得到 以后 继续维持 林兴仪之爱的人生 他都拒绝 我还怎么 他拒绝你正好 好戏 在后台 照我说的做就是了 接下来 到你们 你们 去和林兴仪相亲 空姐 那 我们是不是得捣吃捣吃啊 不用 你们平常怎样 就怎么 记得跟林兴仪说 是我妈 安排你们去的 我们平时见女孩子 可都是在床上的 那 我期待你们的表现 好好干 我不会亏待你们的 这就是我的无影 去去去 小孩子懂什么 没见过谈恋爱 这就是我的反应 那个 你 你怎么来学校了 你不是要参加 我家设计师大赛吗 我看得出 你很重视这次比赛 特地给你准备了 设计用的笔和纸 都在车里放着呢 你怎么知道 我需要这个 谢谢你 韩苏 怎么又是你 顾总 您让我找到保镖 我都找到了 都过来 看看呗 保 保镖 是啊 少夫人 自从您来了学校 我们顾总是吃吃不好 睡睡不好 林叶从国内 找了几位顶级广标 少夫人 顾总对你的用心程度 真是从未有知 少夫人 你可要好好珍惜我们顾总 这么好的男人 都过来吧 以后这位 就是你们以后 要保护的少夫人 少夫人好 好 好 滚开 我们可是许总派来了 没有少夫人的许可 天王老子来了一份心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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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话 到KD尾等着 我来抓我姐姐 姐姐 是我 姐姐 你别话了 跟我去见几个人嘛 妈给你安排了相亲 嗯 马上就要比赛了 你帮我回绝一下他们吧 我不去 哎呀 见一面用不了多长时间 别辜负了妈对你的一片心意 我 走了走了 我没挂完呢 我就不去了吧 走了走了 妹妹 妹妹 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美人 没错 就是这里啊 你妈让俺们来和你相亲来了 对 怕耽误你时间 她让我们三人一起来 我妈什么意思 让我和这种人相亲 我也不知道呀 我还以为都是帅哥呢 你随便应付一下就走吧 嗯 嗯 那个 我今天还有事 要不 就到此为止 啊 喝一杯 到此为止 你玩我们啊 没有 我们给你妈面子 大乐远跑来见你 你都打兔子里的孩子 你说走就走啊 放 你干什么你 干什么 你放开我 你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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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妹 你别怕 大哥 算了 她毕竟是采拔许锦鱼的女儿 真闹出人命可不好受伤 咱撤吧 我看到许锦姐拍到照片了 你应该没咋的事 好了 别打了 毕竟 他们是我妈请来的贵客 让他们走吧 姐姐 对不起 我不该带你来的 姐姐怎么了 快送姐姐去医院 我 哎呀 你没事吧 我没事 那些宝贝 干什么吃的 是我不让他们进来的 不怪他们 医生 我孙媳妇怎么样啊 这胎儿没问题吧 病人没事 只是动了胎气 好好地休息一下就好了 但是胎位不正 随时可能化胎 以后妾姐多重注意 多重注意 妍然 你没事吧 妈妈工作太忙 来晚了 姐姐 我从小被妈妈收养 但她眼里只有工作 也许她收养我 只是想树立一个好妈妈的形象吧 妈 你真的是来关心我的吗 是妈妈疏忽了 以后绝对不会让那些臭男人 再靠近你一步 妈 以后不要给我介绍什么豪门公子哥了 我以前没有的东西 我现在也不需要 走吧奶奶 来了 妈妈 对不起 是我没有把好官 才给姐姐造成了伤害 不怪你 是我这个妈妈没当好 坏了 怎么不坏了 你怎么穿成 是这样了 小学弟 我还不是为了你 只有五天了 好好加油 加油 好好学 是不是大师的 我觉得加一点 波浪 是吗 我觉得可以设计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玩具 这 哈哈哈哈哈哈 第一次见面你的开场白 没有彩排但却意外可爱 和风吹过来 呼气散开 眼神在教坏 眼神在教坏 我世界安部就般的窗带 遇见你第一次见明亮起来 你愿意都散开 没什么也 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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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完成了 你先给我一块 去打印一下 不行 你要干嘛 许大设计师的作品 我得收藏 好好学习 好好观伴 好让你以后也 崇拜我 流星花过窗带 我接不来 梦想极光的色彩 你的存在 把我的夜空填满 多数辣 烟花在盛开 它有定位功能 无论何时何地 我都能准确地找到 你是我当 你 你是我生命当中 永恒的坐标 你哪学的 土味情话 应该在下 多练几片 定温 儿童坐标 拿过来 明天就比赛了 你们准备好了 你看那谁 这个在三中请不动他吗 行走 欢迎大家光临 帮我们定是原因啊 黄校长 您客气了 我今天来 是有一件大事要宣布 那个校长 我能不能跟徐总说几句话 你知不知道徐总是什么身份啊 就你 那个 我不是不让你公布 是不想让你公布 我不想让大家知道 我是你女儿 这样评委对我作品的评分 会有偏袒的 我不想这样赢下比赛 我要靠我的真本事 好 有志气 不愧是我女儿 徐总 您刚刚说 要公布什么事情啊 我是来选拔人才的 让参赛者 都好好努力吧 好的 徐总 比赛马上要开始了 还不出发 快快快 陈上 我们刚刚得知 江大的比赛 一直都是我们顾家赞助的 只是 我们顾总从来没有出席 那跟现在出席有什么关系啊 这场比赛有嗓子 综儿的意思是说呀 我们现在去出席 大家就会知道我们和心仪的关系 会影响评委们对她的打分 那不更好吗 评委肯定不敢给嫂子递分啊 正因如此 才更不能去 心仪是要凭自己的本事获胜 我也相信 她一定能赢 李斌 东西准备得怎么样 顾总 我已经派人连夜打工 早就准备好了 好 不是 你们俩还瞒着我什么事 大小姐 李心仪的优盘 我已经替换了 各位来宾 领导 评委老师 参赛者们 大家好 我盘心怎么还没来啊 他不想看我比赛了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评委 大家上午好 有请最后一位参赛选手 李心仪上台 演讲自己的设计 好新样 真的假的 她讲的 这么厉害啊 真的假的 假的 怎么是这些呀 是比 erzählen 就是她呀 你想得 他怎么敢啦 这么考虑呀 太丢人了吧 这眼 我真是没看着啊 真是这样的人 黑暗配音让谁也看不出 我还找黑客给那优盘植入了病毒 这个视频他们就是关不掉的 你真是臭不要脸 我一心一意对你 你居然跑去KTV鬼混 还还了别人的孩子 大声宣扬 你真是不知廉耻 依红学长 你 你在说什么 让别吵吵了 别人 你这时在干什么 难道你坏了 不是过韩松的孩子 妈妈 家属不可外扬 我们还是先看看姐姐要说些什么吧 这到底怎么回事 立刻给我一个解释 校长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优盘不是我的 江大怎么有你这么不要脸的学生 学生怀孕 很光荣是吗 大庭广州之下给学校丢脸 你被开除了 从现在开始啊 你没有资格参加比赛了 立刻给我滚出江大 校长 不是这样的 快给我滚出去 让他把话说完 好的 许总 这些衣啊 有病快放 作为学生 如果怀孕何时 就必须开除 请问黄校长 有什么校规规定 怀孕就要被开除 视频以上内容 都不是事实 我没有出去卖 我跟邓英雄 没有任何关系 这是这些视频 你解释啊 他像谁 没相信 视频什么时候 对吧 你拒绝我 就是因为你怀孕了吧 郭总 现在出发 我们到达的时候 夫人应该站在领奖台上了 好 给少夫人 一个惊喜 我拒绝你 跟我怀孕没有任何关系 我纯粹就是看不上你 你得不到就要毁掉是吗 这些视频是不是你看的 是不是你在造谣 我造什么 难道你怀孕还有假 李星一啊 你在视频里面 都已经承认怀孕了 立刻给我滚出江大 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 你是AI配音 你不懂吗 配当大学校长吗 你 没错 我是怀孕 是吗 我是怀孕 我真的怀孕了 我真怀孕 但是 我妈呀 我怀孕有错吗 第一 我成年了 第二 我查过小灰了 没有任何一条闺女 怀孕就要被开除 我凭什么被开除 是她在上学就怀孕了 小灰 我怀孕了 我当妈妈了 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我有什么错 怀孕是不丢脸 但你怀的是野男人的主 乱搞男女关系就是很丢人啊 我孩子的爸爸不是野男人 那你倒是让孩子的爸爸站出来呀 让我们大家伙都看看呀 哼 我看呀 你是自己连孩子父亲是谁都不知道吧 我就是孩子的父亲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我就是孩子的父亲 我 我 我还不 我还不 你心仪就是我的夫人 我的夫人怀孕了 你心仪是孩子的父亲 有什么可丢人呢 这怎么可能 啊 这你俩在我藏的 不是我们 不是我们 周 谁支持你 不是我 不是我们 你们两个畜生 竟敢欺负我姐姐 来人 把他们拉下去 言行拷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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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然 我一定会彻查 不是 还你清白 社长 太不是人了 我可以继续比赛了吗 当然可以 总裁夫人 不好意思 他的设计稿都没了 怎么比 谁说比赛一定要设计稿的 我已经命人把他设计的服装做出来了 这就是他的作品 少夫人 请更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need you I love you 永远走路 可怜不眠 设计的服装美 创作人更美 全场最佳设计 凭我要赶给低分 那真是也瞎了 什么时候可以亮起来了 我也想要这套衣服 松哥哥 这真是姐姐设计的吗 有没有稿件让我看一看呀 我想学习一下 这些都是设计原稿的复印件 不服就拿去看 这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服装设计大赛 有请评委老师打分 全部满分 这是江大有史以来最高分的设计作品 恭喜黎新英同学获得江大2024届服装设计大赛的冠军 恭喜你 梦想实现了 还好有你 大家安静 许总有话要和大家说 有请许总 我要郑重地宣布一件事 她是我丢失多年的女儿 也是我许家唯一的子 日后若谁还敢欺负她 那就是跟江城第一财阀过不去 许总 许小姐 我错了 我有点无助啊 原谅我这一次吧 我刚想收拾你 你就自己跑过来吧 约然说的没错 像你这样子 根本就不配当大学校长 是德不配位 你就是学校的助手 你被除名了 立即给我滚出江城 这 这 叫我这意思吗 许总 许总 许总不要啊 许总 许总 约然 不管你觉得妈妈是怎么样的人 我都想告诉你 我这些年真的一直都有在找你 你永远都是我最爱的人 好了 现在到你该兑现承诺的时候了 你已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妈妈送你的礼物 还有许家的一半股份 你总得收下了吧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这也太有钱了吧 真的假的 大小姐 这股份得多少钱啊 请您收下 一半啊 从今往后啊 你也是许家的化身人了 等许总退休之后啊 您就是咱们江城 第一财阀的掌权人了 恭喜嫂子 以后 多多提醒一下 这是你妈妈的心意 收下 谢谢妈妈 行不及话 那我去换个衣服吧 姐姐 我帮你 我们一块去吧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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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吧 林心仪 我们又回来了 许颜红 原来是你在害我 现在才反应过来 是不是晚了点 就你这样的人 也配得到顾寒松 和妈妈的爱 哎 去了半天了 怎么还不回来呀 少夫人和徐小姐失踪了 少夫人和徐小姐失踪了 大概率 被绑架了 即可派人 全力搜索 立即封锁江大 封锁江城 决地三尺 都要给我找到他们 是 新银的手表可以定位 我一直把你当亲姐妹 你为什么要害我 我为什么要害你 你一回来 妈妈的心里就只有你 给你一半的股份 还要让你继承掌权人 凭什么 这二十年都是我在照顾他 都是我在帮忙 打理家里的产业 凭什么你一回来 这些都给了你 还有顾安松 你为什么要怀他的孩子 他本来是我的 现在被你给抢走了 今天 你就跟你的孩子 一起下地狱去吧 你疯了 你差点把我们都害惨了 我们把他绑过来 就是为了拿到钱 远走高飞 不是还杀他呢 对啊 大小姐 我们不想再招惹 许家和顾家了 你们三个 立刻给我杀了他 没问题 但是 你能给多少钱 如果你给的钱 比顾家和许家的赎金还高 那 我们就听你的 不就是钱吗 本小姐有的是 许总 优盘视频已经调查清楚了 是 是二小姐找的人 有BFB 并且调包了大小姐的优盘 我怀疑啊 有可能是二小姐 绑架了大小姐 定位成功了 附近那个仓库 立即出发 立即冻结二小姐的所有资产 千万别让她给我买凶杀人 是 你要是有钱给我吗 离心仪 是你处置 这要是没钱 你就乖乖跟你妈要钱去 还好多少 您所有的资产全部东西 是不是被你妈发现了 喂 妈妈 我和姐姐被人绑架了 他们现在要钱 你们现在在哪里 要多少钱我都给 给我们一亿现金 半小只真的要拿到 否则我们就撕票 行 把电话给燕燃 我还确定她还活着 妈 妈救我 妈 救我 妈 时间不等人啊 半小只真的拿不到 你就别再想听把她的声音拿 看快点 韩松 他们那边跟我要赎金了 我现在去筹钱拖着她 你那边见机行事 还有东西到 马上就到 不是 不能让她活着 你没到 你不能动她 她活着 我就没法回去了 立刻给我杀了她 用我当人质 赎金全部给你们 再给我毙了你 你资产都被冻结了 肯定是你妈发现 是你绑架的人 才把资产冻结的 就你这样 也被当人质 太绑了 我要改时间了 十分钟内 把钱给我送到 我女马 给我干 我 我 如果 我 我 我 不知道 顾总 顾总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没打招 燕燕 你没事吧 妈 我没事 孩子也没事 没事就好 我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对待 你就这样对我 原本还想把许家的另一半股份留给你 让你们两姐妹一起掌管许家 你却干出这样的事情 妈妈 我错了 是我伤害了姐姐 是我一直在挑拨离间你们之间的关系 妈妈 不要叫我妈 从今天开始 你我不再是母女 妈 对不起 是我误会你了 妈妈不怪你 妈问你 你喜欢顾海松吗 喜欢 谢谢你一直以来 对燕燕的陪伴和照顾 从今天开始 你愿意继续守护她吗 当然愿意 岳母大人 坐下 老实点 廷廷廷 屏絆 看看这是谁 是爸爸 是爸爸 爸爸爱你们 Document 屏屏 妈妈陪了你们这么久 现在 该轮到陪爸爸了 三二一 茄子 那我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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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照都快拍完了 他们怎么一个人都不来参见 妈妈 你们来了 来 散散爸爸 爸爸 闲下来啊 爸爸和妈妈说点事 欣宇 嫁给我吧 孩子都这么大了 我还能不嫁给你吗 爸爸 我还欠你个婚礼 幸福快乐 百年好合 原来 妈妈 太好了 你对了 小楠 我也是 如此 真 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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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